哈喽大家好 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 今天我来接受胡小夏的方言挑战 不得不说这个挑战 对我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好像说不能够唱 那我就来试一试吧 我的老家是湖南 那我就用湖南话 湖南骚扬话来给大家讲咯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 观众憋笑挑战 再开始 可是我确 诶 卷云相信这没有想 最微弱 最忧远 最无畏根 云真给全力 努力给回音 再无边 再无境 再无解 要有一些生机 哈 胡小夏快来检查我的作业吧 这个挑战真的好难啊 不管怎么样 大家今天晚上七点半 我们一起在时光音乐会见面吧 今晚七点半时光音乐会二的第十期 迎来胡夏专场 在第十期节目当中 周深选择演唱闽南语歌曲 加后 周深这一次成功解锁了闽南语 很多的观众都很好奇 周深未来到底还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从2010年开始 周深在卡布时期 在YY直播上曾十几次翻唱过这首闽南语的歌曲 以周深目前的实力 技巧和共情能力 即使观众听不懂闽南语 相信周深也能把观众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 感受到周深演唱中所传递出的情绪 和情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声音唱 李宗盛 听播放音乐 één 相对于卡布时期的翻唱 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周深演唱的家后 是胡夏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比赛中 胡夏获得全场唯一满分的歌曲 这首歌的原唱是江慧 歌词把默默付出的另一半的心情表露无遗 深情款款的歌词唱进了不少人的心中 这首歌已经有些年头了 可时至今日依然有无数人循环播放这首歌曲 这说明家后还是比较经典的 在全世经典歌曲的这个领域 周深真的很有经验 加上周深出色的语言天赋 相信他表现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真的超级期待了 大家画画都怎么样 我是非常的灵性 有魂画手 点睛之笔 点睛之笔 点不了 但是是一个巨大的提示 是不是超厉害的 我知道了 听听他 各位老师有情提示 蓄力越大越容易积攀方块 床前明月光 我还是有画的颠覆的 这么讲的话 主要是我聪明 哈哈哈哈哈哈 没弯 没没没没弹弯起来 哈哈 哇好厉害啊 张老师你画画的这个房间 让人很很会就是思念家 哈哈哈哈 你让我住在这个房间 我也会很想家 哈哈哈哈哈哈 抓住了诗的精髓 哈哈哈哈 都提示成这样 有 你等一下不在五秒内猜出来 你会很对不起我们 哈哈哈哈 我怕我猜不出来 不能这叫猜不出来就 这猜不出来我跟你说 当场生气 哎 这啥呀 嘿 哈哈哈哈 我已经要呼之欲出了 哈哈哈哈 周深对待音乐的态度 真的很认真 我找了惠敏南语的朋友 他说 从预告片给出的片段来看 周深的敏南语 还是很标准的 为了完成这首歌曲 周深肯定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周深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崛起 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他在做音乐的时候 讲究精密求精 为了让观众有良好的体验 他在研究作品的时候很用心 周深还有胡夏这种类型的歌手 不是一步登天的 他们是把扎实的功底 与优秀的歌曲化作阶梯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 他们前期的道路或许很难走 但他们一旦成功崛起 将会拥有光明的未来 不论是胡夏还是周深 我都是先听到了他们的作品 之后再去关注歌曲背后的人 时光乐会这档节目 已经要进入尾声了 看一期少一期了 这档节目真的陪我们度过了很美好的时光 听着周深悠扬的歌曲 等待着周末的到来 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在无人家和人游客 我的本里 最长意料 听你过少年的时候你无缘到 这好 这拍 没客气 我会把你吻掉掉 因为我是你 你的嫁遥 我像真传的地铃道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是可以放心的休息 然后可以吃好吃的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回到故乡 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 应该是很放松很开心的事情 当然他有的时候可能会附加很多其他的因素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掩盖掉回家的激动的心情 反正我回到我小时候长大的城市 你就会觉得又陌生又熟悉 因为城市发展的特别的快 已经不是我之前那么熟悉的会 但是这些熟悉的吃的呀 然后我又发现就是 贵阳有一个新的修的小吃街 如果你们去了贵阳 一定要去青年小吃街 那里实在有太多好吃的了 而且那里又很 就改的完全大便一样 而且那里有很多就是非常本土的 非常好吃的小吃的都是在哪 就是可以说是最好吃的各个品类 甚至都在那条街可以找到 虽然它有很多重复的品类 但是非常经典的很本地的非常好吃的 在青年路找到 这次我回去我就吃了多 太好吃了 然后可以见到很多想见的人吧 想见的同学 自己爸爸妈妈 自己的亲人 应该也是开心的事情 当然也难逃不了一些 比较头疼的话题 但是他....